請市議員張耿輝到學校會刊老舊設備改善情況 卻巧遇八九十歲 有阿祖籍的好幾位老校友回到馬林國小散步 選日不如撞日 校長董慧平和市議員張耿輝 親自引領老校友們到校使館參觀 親自解說馬林國小多年來的變化 和保留下來的地方文物 有百年歷史的七魯區馬林國小 因為社會經濟教育發展地處偏交的馬林國小 多年前曾經一度面臨廢校 幸好當年在市議員張耿輝等人 努力奔波下保留下來 九十二歲阿祖籍的老校友參觀母校後 特別感謝張耿輝當年的努力保留了馬林國小 謝謝你對我們馬林國小的貢獻 無來無來啦 因為這卡牌本來是百年的學校 所以要把它廢掉的話 當初因為招生不足嘛 面臨著台校的命運 當初我在議會極力的 經過我們議會同仁一直支持 然後張市長最後也自主 然後我把它留下來 那留下來現在學校的話 人數在一年級新的招生都是額滿 非常棒 所以這也肯定我們學校教育的用心 然後教育處也全力的在支持 該校的整個校務的推廠 我覺得非常棒 張耿輝也非常感謝前基隆市長張通榮 當年聽取建言保留馬林國小 如今物換心儀時代更進步 重視環保和自然教育 同時面臨少子化 馬林國小委外經營辦學成績顯著 又因為依三棒水類似森林小學的自然好環境 因此又吸引許多家長 讓孩子們回來馬林國小讀書受教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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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